台東疫情趨緩 十九號六百二十九人確診 二十號減少到六百二十六人 二十一號再少五十人 只新增五百七十六名確診 台東染疫人數雖然下降 但知名觀光景點還是寬不回人潮 波浪大道人冷清淨迎來旅遊人潮的最低點 腳踏車出租業者苦不堪言 一般以前我們禮拜路大概都會 八九百人應該都會 現在可能掉在兩百人而已 現在都人數很少 全盛時期波浪大道每逢假日 遊客如知 整條路上都是自行車 如今卻只剩零星遊客 盛況大不如前 好不容易等到一台車出現 業者趕緊站出門外 擺動雙手招呼客人 業者表示五月份原本預定有六十多團 現在全數被取消 一團都沒有 六七月份也開始出現退團的情形 以前怕電話是因為團太多 要推不好推 然後現在是要接電話是退團 心就痛了 全台染疫人數持續上升 連帶影響各地觀光人潮 旅遊業者只能咬緊壓苦撐 希望疫情趕緊過去 記者潘正弦 王毅德 台東報導